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这里是阿黑 这辆小店驴的话是漫漫的 我老婆她一般上班用 当然我最近我的车还没到 可能还要过两天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我想的是去找一份兼职 就是送外卖 也就是我的摩托车到了 我会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去送外卖 但我的工作工地上的工作肯定是主要的 就是大家也知道 工地这个活的话有的时候不稳定 下雨啊什么的都没活干了 有的时候这段时间没有活干 可能过几天才有活干 都是这种情况 就真的不是很稳定 1月30天可能只能做个二十几天 而且白天上了班 晚上其实时间还是挺多的 我想着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 去送送外卖 补贴一下家用 交交房租 生活费什么的 还有就是我和漫漫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有一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存钱 在过年之前买一辆小汽车回家 回老家 这样子一算的话 我差不多就有三个工作了 主要工作搬砖 然后拍视频兼职 还有就是送外面兼职 然后慢慢他有上班有工作 我们就有四个收入来源了 这样子我们的梦想 不会太远我相信 还有就是呢 那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下那个美团或者饿了吗 去问一下 就是做这个尖子需要什么挑战吧 那我们就出发吧 去问一下美团或者饿了吗 做一下对比 参考一下 现在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情况 刚进去问了一下 他们这边是尖子是这样子的 尖子的话固定得上满五个小时 然后呢每单是五块钱 然后他们也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班 现在来到二了吗 现在很难找这个地方 很难找 如果你要跑那个五点到十点 你基本就固定这个你必须在 再线 然后别的有时间也跑 哦 就看大概这个有就限制 就再线几个小时吗 我就说看你跑每一个 就是你跑晚上的 那就是你说的五到十点 假设这样子 就是六点开始到十点 或者到十二点 这样子 那你每天的这个时候也要在 好了 现在两家差不多都了解了 在美团的话是 4块钱一单 而且他晚上 那个时间段是没有招人了 而且也需要一个固定时间 饿了吗 这边也是 但是他那边是 4块5一单 还就是他晚上这个时间段有招人 然后符合我的这个时间段 就我一般的话是 晚上有空就六点到九点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高峰期 能赚钱的这个时间段 这样子坚持的话一个月下来 也能挣个两三千 至少我的房贷有底了 每个月的话也有休息 休息四天 好吧 我们现在去找大叔 呃 现在 现在是下午的时间 四点钟也该吃下午茶了 然后呢 今天算是第一天回馈 爷亲回 第一天回馈 然后呢 给他们 买了汉堡过去 然后也是 华莱士活动 24块钱 六个 这个银行 大水大水 来来来来 可以买起来了 哇 他呀 这个银行 你去山几种地下 就不甩菜菜呢 那是山四坏 那是山四坏 山四坏 山四坏 那是山四坏 哪集大汽巴 那是山四坏 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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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西人 你那两百 可不的 乍到三十多路 三十六三路 还被这停了 然后还要含 用海躓 12块钱是四个,12块钱是三个 到底要吃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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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还可以 明天就要回来干活的 明天就要回归队伍 回归队伍 回归队伍 没得正事搞 你干什么 不要 不要 吃不完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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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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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喝了 我还没吃饭 没吃饭 多吃饭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操作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就要过来干活了 还有就是那个送外卖那个事情 都摸车到了 不出意外 白天班庄晚上送外卖 加油